哈嘍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更多機械戰 還是叫機械指揮官 不知道 中國名稱就隨意 這個遊戲呢 上次介紹完之後 又後續玩了一段時間 整體呢 還是很不錯的 花了一點時間在上面奮鬥一下 玩了一些對局 覺得精彩就分享一下 這一把也是純粹覺得 打得蠻爽的啦來看一下吧 那開局呢選擇的是 鋼球跟狐光 狐光是一個小型的反集群單位 然後鋼球 是一個怎麼講呢 小熔爐 這種感覺吧就是他可以 有一個直線攻擊 一個光線攻擊的時候會 持續累積傷害但他本身血量 當然沒有像熔爐那麼高 不過越打還是可以越痛 所以鋼球 我最近還蠻愛玩的啦 然後對手呢也是選擇鋼球 還有那個爬蟲吧 甚至有選擇長弓 那長弓在 我最近玩的對局當中 還蠻多人很愛用的 當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很久以前 就很多人在用 因為這遊戲其實上架也一段時間了 看一下應該至少也有一年吧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到現在平衡應該也是差蠻多的 或許有一些新單位或新科技 但我就沒有特別去找了 沒有特別去找 那這個 影片主要是 分享一下這個對戰的過程啦 那 沒有錄到重播 因為當下就沒有打算要錄 打完之後想想 事後想想不對勁 我還是錄一下好了 那就來看一下這一把吧 聲音好像有點不太同步 可能是那個steam的 錄製有什麼問題 不過應該不影響觀看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對手這裡因為出了很多 爬蟲嘛 這種小蟲子我就選擇了火罐去做反制 噴火坦克啦 用噴火坦克去反制他的這個小爬蟲 因為我的單位比較多都是打這種 單體單位比較吃香一點 然後呢我這一把呢就選擇玩了一下這個 心靈控制的機器人 就可以看到在左下角那一隻 就像怎麼講 八爪魚這個 在尤里的復仇 沒有辦法盡情隨意的心靈控制 我們在這個遊戲也可以玩到 心靈控制的單位 簡單來講就是他的攻擊方式是 呃 他也是有攻擊力啦 然後攻擊力在攻擊的過程當中 他只要血被扣完 他就會變成我方單位 好那我這個時候想說投資一下 就發現這個布陣不好 他的火罐沒有特別的殺傷到太多的單位 所以這一把有點傷 沒有任何的優勢喔 然後我選擇那個卡片是選擇補給增加 每回合都加50 花100的補給在這回合 然後之後每回合都加50補給 我還蠻愛用這個啦 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都蠻愛選這個的 然後這個指揮官 因為我選的時候是選那個 第三回合吧 可以獲得一個先知 先知就是下面看到那個 飛彈飛彈車 他有一些團隊能力可以點 但他的火箭其實也還不錯 傷害也還行 這裡我先使用這個 守望飛彈 先反制一下他這個小型單位 因為前期有些失誤 你可以利用一些場地機制去做 彌補啦 就像這樣子對不對 飛彈出去然後炸掉 至少我們解決掉大部分的小型單位 然後這裡我們就會有一些單位可以釋放出來 但發現他的爬蟲還是有點多 所以我的心靈控制機器人這裡處理的不好 表現不好啦 目前看起來是有點吃力喔 而且對方的鋼球數量感覺也堆的有點高 那我噴火坦克目前只有一級吧 所以打出來的效果可能也不是太好 我記得我有招了一個二級吧 這個遊戲的等級非常的重要 那個單位升上去跟沒升上去差異非常之大 喔我們有打贏了 OK 所以這個心靈控制還是有那麼一點點 一點點用的對吧 你控制完之後他就會變成對方的單位 好這裡 成功 好啦那我們就進入到第四回合啦 那我看一下這個 心靈控制的這隻 駭客啦 效果現在沒有很好 那主因是落在對手的小型單位太多了 那我就想說那我應該要來反制一下他的小型單位 但我這個時候想著我應該可以再多補一個駭客 而且我把他升到二級 利用指揮中心的能力去升到二級 造一個二級單位 一級單位打到大概 其實不用太後面的回合 一級單位就已經成效非常差了 仔細看他那個升級下去之後那個血量的提升都 將近都快兩倍了 我就再補一個先知 不是先知阿 駭客 試試看右偏吧 因為這兩...其實打到後來不太會對稱阿 大家都會可能偷一邊 可能偷左邊偷右邊 對稱的步兵到後面的對戰就已經不太常見了 大家都會去偷這個 看是偷左還是偷右 因為這遊戲有一個設計是 你的單位如果真的擊殺單位比較多 比較多的話 那經驗你會拿比較多 那你經驗拿比較多代表你單位可以升級嘛 然後這遊戲的升級又相當的有差異 所以確實 這個你可以用滾雪球的方式去偷一邊 然後有一邊的單位這個強度就會突然提升非常高 看到一下我們的駭客喔 你看他的鋼球 鋼球其實蠻怕駭客的 因為他血量不算高 但是他被感化回去之後 還是可以抵擋一點傷害 然後打一些傷害回去 不過看起來我們好像還是有點太勉強 對阿這個 小型單位還是有點難處理 而且他後面放的兩台 這個是什麼啊 狂蝎嗎 算是一個加農砲單位吧 可以打遠程的一個 類似類砲兵阿 如果你把他升級工程模式的話 他的距離還會變遠 那這個遊戲有非常多的 怎麼講 玩法 戰術什麼的 配兵也都非常的重要 但有時候 會有點不太可逆阿 而且 這遊戲你去打前期沒有什麼優勢 你就覺得 我前期一直贏 一直贏 好像很爽 可是前期你扣血扣的不多 然後你一直用那種極限方式去贏對手 對方有時候會故意後手打你嗎 他可能會留一些資源 讓你覺得你很優勢 或是騙你出某一種單位 例如說我可以騙你出空中單位 我可以騙你出各種小單位 或者是騙你出各種大單位 然後我在做後手的一個反制 然後對手就轉兵成本非常的高 或者是不小心後面 你的單位等級高了 可以有一個卡可能出來 欸你的單位被等級拉得很高 欸 這有時候你也可以瞬間的逆轉 好我這邊選擇的是去點一個火神 左邊那一隻 火神的話主要就是 噴火器阿 更大的單體的噴火坦克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 他的小型單位這把是真的出的很多 我就再出一個去補一下這個傷害 然後利用這個守望飛彈去清除他 每一輪的單位 因為 守望飛彈就50嘛 雖然說50花下去對方的單位在這回合死掉 我會小虧一點點 資源 但是 就是這回合我可以拿下來的話 對我來講更重要 然後對方選擇的是兩台惡靈 而且他選擇的這個升級能力是 可以弱化我的一個光線 就是他的那個光線照進來的話 我的攻擊力好像會下降 移動速度也會下降 好那個惡靈是走一個輔助系的 所以他這個卡片選擇惡靈之後 那我選擇的是什麼 我剛剛沒看我忘記了 反正對方是選擇惡靈 我記得我選了另一個 是不是火神 反正我就招了火神 然後他選擇惡靈 在卡片的選擇上 雙方是一樣的 所以你也可以猜測他會出什麼 但我真沒想到他會出惡靈 那 就多了空中單位 所以對我來講現在就 有點尷尬啦 我沒有太多的滯空單位 不過所幸的是 呃我的血量也還有一些 好所以這個時候 沒有想辦法去反制他兩台惡靈 所以我這邊就要思考一下 我要選擇什麼 這個增圓這邊看一下 我個人是看情況啦 那種場地的那種 攻擊我不一定會那麼常用 有時候 要用在關鍵時刻吧 偷一些逆轉的回合的時候 你用那個場地攻擊 就是超級武器嗎 我要怎麼講 技能 你可能可以反殺這一局 然後直接贏得勝 但大部分情況下 對方血量還這麼多 這種升級我現在啦 就不會太 不會太去選啦 那我選的就是增加射程 然後我想著 我讓那個 駭客增加射程 讓他更遠的距離就開始感化的話 可能效果不錯 因為 就算是感化到小單位好了 他的單位也會轉過去打他 會浪費他的輸出時間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如我就試試看 看一下這個 打法怎麼樣 嘗試吧 每一回合就去嘗試說 我要怎麼去更改我現在的陣容 OK 那我順便 招了兩隻的鳳凰 反空的 滯空單位 兩台戰機 先把他的惡靈給打掉 直接放在左右兩路 然後單位貼近 火神輸出 我這裡 駭客已經點了多重的感化了 因為我發現他小單位太多了 我的駭客不能再專注於這個 單隻感化 所以我駭客其實升級的多重感化 雖然效益會下降 但是 因為一次感化一大堆 他又是小單位的關係 可以看到這裡 駭客突然就發揮了一個 妙用阿 有沒有 在我剩下1240血塊死的時候 然後兩台的鳳凰也是 剛好反制到要害 左右兩邊放了鳳凰 剛好是把他的惡靈給反制到 這裡就小危險我們看一下 但他應該沒有制空單位了 我又把他的塔給拆掉了 所以對方這個時候 戰力是大幅的下降 勉強贏了這回合 扣了他一點血 但還不能鬆懈 這遊戲真的 我也試過大概剩兩位術的血量的時候被反超 確實是有的 有時候這個 增援的卡片搭一搭 那個搭出來的效果會有點噁心阿 好 駭客這邊我再選擇強化控制吧 強化控制是什麼 這一招就非常關鍵了 就是他控制完的單位 會直接回滿最大血量 這個非常的強阿 我覺得當下我就是想說 我應該可以試試看用這一招 然後 我要再補一些空中單位 讓他空軍會有一點壓力 他有可能會補一些防空單位 像是野馬這種單位 那 不管怎麼補 我就再多補一些鳳凰 比較安全 那當然 駭客是不能控制空中單位 他只能控制陸地單位 所以防空這個東西 自己也要稍微看一下 有時候還是要防範對手 會去出一些空軍 好 那這時候這一把對手是丟了這個 黏油彈 可以降低速度 不過 他沒有搭配其他火焰單位的話 可能效果到 沒有很大 是干擾我走位 我覺得應該效果很大 然後 他不知道是想要干擾我走位 是想要幹嘛 對 他右邊這裡 布陣也布好了 駭客也升級了 讓他血量跟攻擊力都上升 加上強化控制還有多重控制這裡 我認為應該表現還算可以才對阿 所以我們再來看這一把吧 單位上去 然後他的燃油彈下來 我的單位聚在一起 然後準備交戰 駭客使出多重控制 對方的小單位一直被我抓回去 這裡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心靈控制光線非常的爽 雖然效益會降低 但是我感化完的單位血量就直接回滿了 你看 對方的鋼球 這時候成為他最大的敵人 鋼球血回滿真的是有夠哭的阿 繼續感化繼續感化 對方的小單位這一把就已經累積太多了 有時候打後手就是這種感覺阿 有沒有 打後手就是 欸 這個 對方轉兵怎麼好像突然解不了了 然後就一路這樣一直被反打 這個 這一把這個第七回合血量就被我打到剩850了 非常的慘喔 然後我這裡再選擇了先進防禦戰術 讓我的血量大幅的提升 增加續戰力 然後再想說那我駭客要不要再加強 所以我決定加個射程強化 讓這個射程大幅的上升到125米 然後 升級單位就該升的我都會升一升阿 升級單位我現在 關鍵單位先升是蠻重要的 然後守望飛彈的話因為他出野馬了嘛 所以出野馬的話我用守望飛彈其實沒什麼用 他會防空反制掉 然後我順便點了 就是基地裡面的能力讓我的單位可以再獲得10點射程 這回合 花100塊 我覺得這個在關鍵時刻用還蠻重要的 那對手這邊選擇的是熔爐兩台 就是剛剛一開始有提到的大鋼球的感覺 那個東西養到後來也很強 包含他可以點吸血什麼的 他後來那個吸血能力生存能力 其實比你想像要更高 當然等級要練上去啦 還要有一些對應的裝備 但是你給他滾雪球上去 我跟你講這個打起來也是相當之痛苦 所以 這裡看一下 這一把第八回合阿 這個是已經最後一回合的全面交戰 不管誰輸都要下去了 因為血量都剩不多了 鳳凰這邊四台 總共八台 左右兩邊先刷掉左邊的惡靈 我的駭客在這一把 表現得非常好 不斷的多重心靈控制 把對手的單位都抓過來 四個心靈控制光線 鋼球直接回滿血 nice 對方的熔爐這邊單位太多了 他也打不完阿 雖然是有兩台 但是我們有更多的心靈控制 然後這裡跟他打個招呼 唉 bm 一下 因為玩這遊戲也是一直被bm 對不對 好這邊打完 就結束了這個回合阿 我們就獲得勝利阿 所以這遊戲呢 打起來還是非常多樣化的 對吧 好啦 就再帶一場吧 反正就覺得有趣 然後分享一下了 沒有要幹什麼 就這樣 喜歡看的話就點個讚支持一下吧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 對戰 分享 就這樣 感謝各位 拜拜下一個影片再見